B股对身体是否会造成伤害 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具有两面性的 关键主要是取决于你的方法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呢 会在什么平台上看到一些负面的消息 说谁谁谁B股 然后B的进了医院 或者B股出现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呢 一些人听了一些片面的 对B股过于夸张的一些宣传 说B股可以包治百病 然后呢 它自身就有一些很严重的疾病 听从这些片面的宣传之后 它就盲目的去B股 其实呢 B股它是会出现气冲病灶的反应 一些严重疾病在B股过程中 如果把你的这些疾病激发出来 那你这个疾病可能就会加重 这样呢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风险 B股它不是包治百病的 有一些严重疾病的人 是绝对不可以B股的 再有就是B股的方法 B股它不是绝食 不是只喝水 B股它一定是有方法的 大家不要盲目去进行 ز运人 bringing 进行 Ii 吃 感谢观看